有一个人没学会 我直接就去路边卖鱼 我不练了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 针对我们上胸肌的王牌动作 上斜杠铃卧推 背叛的人我都送他一把碗 其实我还蛮喜欢吃鱼的 我都是从鱼头开始吃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鱼身都是你的 好 我用的这个杠高度是能调的 你们常用的应该是这种 那首先你要去调节凳子收缩的高度 要让自己坐上去之后 你的眼睛大概是在杠铃杆的正下方 很多人坐上去就推 如果你的高度太低 你会发现挤杠特别困难 因为这跟杠铃其实距离太远了 回杠的时候也很危险 对不对 那你要是坐得太高 推的时候就容易磕着杠铃杆 推得不顺利了 高度找好之后 双脚踩石地面非常关键的一步 吸气到胸腔 胸向上挺 肩往下沉 腰部略微反攻 这样就不许动了 不要光知道挺胸 不知道提气到胸腔 那么腰的反攻程度 大概能差一个手掌进去就可以了 你别太荒谬 第三个是卧具卧法 看到滚花上的环形印记美 这个不是为了好看 是为了你确定卧具的 很多人两边卧的不对称 自己都不知道 你想干什么 我一般是用小拇指扣在这 这样卧具就刚好 只要能让你底端 小鼻子吹直于地面的就可以 采用全卧的方式 大拇指包过来 不要作死好吗 手腕要完全伸直吗 不要 杠铃容易脱落 我们稍微伸一点 这样杠铃刚好压在长根 很多人推着推着 手腕就成这样了 这就容易伤手腕 要提醒自己哦 我今天头特别痒 难道是要长脑子了 不对 昨天没起头 那我们起杠之后 直接就推嘛 这样推你的肘关节 容易晃 推的不稳 不过无走屌位 我会出手 别着急推 先把你的手肘外旋 看到没 你的手会有一个掰杠的感觉 这样再推就非常稳了 胸的感觉也会更好 杠铃的落点在上胸部 如果放的太靠下 那是不是做成前屏举了 都练肩膀上了 那动作形成 我自己在练的时候 杠铃下落 我会让它触胸 不强求各位 根据自己的关节活动度来 但最低标准 你要把杠铃放到 肘略低于肩的位置 这个动作的细节 基本上就都在这了 容易犯错的地方 第一个是杠铃落点 很多人把它往锁骨上 往脖子上放 你别这么荒谬 肩膀容易受伤的 容易弹响 第二个荒谬绝伦 你明明推之前 是挺胸成肩的 但你推着推着 就挺肩成胸了 为什么 肩膀背叛你了吗 检查一下 你的呼吸 有没有把气提到胸腔 用腹部换气 是不是一不小心 把胸腔的气吐掉了 光看动作差距不大 但胸的感觉就差不多了 这叫什么 失之毫离 下一句 齿欲雷土 第三个超级荒谬 总肩 这个也非常容易受伤 一定要提醒自己 让你的肩膀往下去 向你的腰靠近 不要向脑袋靠近 第四个荒谬 他妈给荒谬开门 杠铃舍不得往下放 永远做的是半成我推 这样你觉得推得更重 大重量才有大肌肉是吧 存在吗 不存在的 虽然更重 但增肌效果远不如重量轻的 全程我推 这就是上鞋杠铃我推 我不允许你还不会